有沒有想過給基層住的過渡性房屋 都可以有感無敵的大海景呢 這裏是青龍頭的普六軒 這塊土地由信和集團借出 共有85個單位 項目獲批4,800萬元 為期四年由2024年1月入伙 營運到2027年第四季 這項目前身是非常豪華的住宅 是信和集團的出租物業 御天鋒 在1993年落成設有12間獨立洋房 2011年完成翻身 2016年獲批重建成7棟三層高的洋房 到2019年完成拆卸後 地皮一路空置 到2022年動工起過渡性房屋普六軒 根據新聞報道 在2011年租金已達到6萬至9萬元 但現在基層市民只需要以2000-2500元的租金 就可以入住和享有這麼無敵的大海景 這項目很突顯到現在房屋政策的特別之處 可能政府再換屆之後 可能會失去過渡性房屋政策 到時候基層市民未必可以用這麼便宜的租金 享受這麼好的無敵大海景 到了2024年8月實地視察 我們可以留意到 在青山公路沿線向著海的土地 通常都是獨立洋房 或者是別墅 比較少是分層單位 更加黃潤在過渡性房屋 所以這個情景也蠻特別 在沿海這麼美的土地 這麼好的景觀 竟然是過渡性房屋 現在下車 這裏交通都可以的 有巴士去中上環 去旺角 去荃灣 但留意到 其實它的站名仍然是以前的名字 雨天峰 來到這裏 看看建築物本體 其實都是一般我們會看到 過渡性房屋會使用的 這種組裝合成法 去建築的房屋 普六軒的字 很清晰地寫在這裏 然後我們可以留意到 它就在懸崖旁邊 這個基礎物本體有些古舊 有些歷史 其實是繼承了雨天峰的地基 我們看看它的景觀 真是 很棒 看到青馬大橋 馬灣 遠至荃灣 那些地方都是看到的 如果我們再 zoom 遠一點 西環 上環那一帶 那些高樓大廈都映入眼簾 其實它的景觀是相當不錯 無敵大海景是合理不過的 如果你要買東西 附近有豪景翻軟商場 裡面有Fusion 有超級市場 可以滿足到一些生活的需求 當然如果你想買其他東西 可能也要出荃灣 旺角 然後我們 在青龍頭碼頭的位置 看看它的景觀有多誇張 它就是在 直接對著海的位置 無敵大海景 只能用這個字來形容 附近有些新樓也有無敵大海景 例如附近的 入境龍灣 我估計這些業主買樓的時候 也不會估計附近 竟然會有一些被基層住的過渡性房屋 不過我想也OK的 有時候 有些發展商也起碼 出心力去幫助小市民 讓小市民有地方 用一個合理的租金住 同時間也都 讓一些基層市民享受到這個 可能很多時候 都未必能夠享受到的 無敵大海景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這個項目呢 這麼漂亮的土地 做了這個過渡性房屋 歡迎在下面留言說一下 其實我是OK的 也支持的 現在也挺平等的 這集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